人生次举办观世音菩萨圣诞法会 透过简头带您来参与 观世音菩萨圣诞纪念日 观世音菩萨是以其大慈大悲 温身救苦的悲愿 普度苦难的众生 其救苦救难的精神与广大灵感 普受民间信仰供奉 而有加加弥陀佛 护护观世音的景象 今天是农历2月19 观世音菩萨的圣诞 观世音菩萨我们在中国民间 是非常的植入人心 而且观世音菩萨慈悲的 这一个精神就是我们佛教 一直在宣扬的 因为佛教是以慈悲为主 所以在这个菩萨里面 就是观世音菩萨跟人心是最贴切 它就像我们众生的妈妈一样 有慈悲心 具足了大慈悲 而且观世音菩萨是有求必应 因为菩萨是修耳根源通 所以对于众生的疾苦 只要是众生能够相信菩萨 菩萨即能感应 那今天借着这个华会 能够让众生得到这一个心灵的感度 观世音的信仰在我们民间社会 特别受到重视 观音法会自然成为 寺院中隆重的法会之一 观音法会一年有三次 在农历的2月19 观世音菩萨圣诞 6月19日为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另外在9月19日 为观世音菩萨出家日 十方新闻 王天人陈一上高雄采访不到